台湾选举结束后外界担忧 台海的紧张局势会进一步的升级 并将冲击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您认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是否变得更加暗淡了 您如何看待目前台海的局势 各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谢谢 台湾地区选举 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 选举结果丝毫改变不了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事 选举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临头完整 这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 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 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 如果个别国家执意 与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关系 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 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台独分裂行径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 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 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太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有力 台海和平就越有保障 我们的政策很清晰 就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进 我们的底线也很清楚 那就是绝不允许台湾 从祖国分裂出去 台湾岛内 谁想搞台独 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苦苦 海峡两岸骨肉相连 民族根脉不可分离 所有炎黄子孙 所有龙的传人 都应当秉持民族大义 共同反对台独 支持和平党一 谢谢